字幕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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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今天晚上這個公益演唱會是兩位要在台上表演跳舞 你透露一下稍微笑嗎 我沒有在台上跳舞 我們去譽錄 譽錄好了 那是什麼 清心甜美 有活力的 那這一次是藝衫第一次嗎 對啊 因為我是舞蹈初學者 然後欣怡願意這樣跟我跳 真的我很開心 一起跟她去做如來寶智的選擇 我們最近因為其實也是剛剛好 因為我們為了健康為了開心一起開始練舞 大家也知道雖然我是舞蹈特班的 可是我也十幾年沒跳的 不過後來我覺得因為是為了公益 所以我就跟衣衫就 我們就練了這一段舞蹈 希望大家會喜歡 這兩個人剛才練過 我們上了三四堂課 但是我回家自己反覆的練習 無數遍 練習到小孩都在哼哼說過 都會想要盡自己的一點點心力 去做一些比較慈善啊 公益方面的活動 肢底下也是養生的人嗎 我應該算滿養生的 因為大家聽到我的睡眠作息時間 都會覺得說真的 你怎麼這麼早就上床睡覺 因為我大概差不多 都會盡量讓自己在十點 有時候是十點半 然後就要準備上床睡覺 那當然這可能也是因為跟 有小孩有關係啦 因為就是整個的作息啊 就會跟著小孩一起這樣子 那另外在飲食部分也會比較注意 就是有一些可能會比較 對身體比較沒有幫助的 然後但是偶爾會那個 要滿足口腹肢吃一下 就比如說冰的東西啊 或者是炸的東西啊 就偶爾真的很想吃的時候會吃一下 但是就是盡量 平常的時候都會避免這些食物 這樣熬夜的工作 我也沒辦法了 就是其實到了晚上 大概八點多九點多 就會開始看到我其實是有一點精神涣散 還要出來唱嗎 要吧 可是去年的跨年 就是反應好像還不錯 所以我今年我很怕 我沒有什麼新的東西可以帶給大家 所以我還在考慮說 跨年到底要不要再出來表演這件事情 可是前提是還是要有人邀請 如果沒有人邀請 也很怪 好像有啦 但是我們還在想 哈囉大家好我是Andrea 這也是RAW第一次參加戶外的party 這也是RAW第一次參加戶外的party 我們將會為當天特別準備神祕的餐點 11月7號台北101水舞廣場見 我們一起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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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知道 我們怎麼點准的 我們很有背景 我們兩個人 你看看